江一然 江一然和江情然 这一对双胞胎姐妹 正在讨论功课 除了课业讨论之外 姐妹俩也都喜欢 做些美术方面的活动 她在家 她就喜欢画一些美工啊 美刀啊 然后涂涂呀 贴纸啊 她一做可以做好几个小时 在做壁包 有时甚至一个那个 那个闪关板 她做了两三天 她都两个这么拼命年 因为希望孩子赢在旗袍店 因此姜妈妈也让毅然和慈然 从小开始补习 不过成绩并不如预期 刚开始啊 我偷偷让他们去 班清班上课啊 补习啊 我也是希望她说 学业更好啊 能用功读书啊 可是到后来就是觉得说 小朋友对读书这方面 好像也不是说很专注啊 国一的时候 毅然和慈然 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是什么 透过多元化的产业出探 以及社团活动 让孩子们有了新的学习历程 因为我们宜兰是一个观光大县 那罗东又是我们观光客啊 毕竟一定要朝圣的地方 那我们学校啊 步行到罗东夜市只要五分钟 然后呢 我们邻近还有罗东运动员啊 文化工厂 还有林场文化区 非常多的观光资源 所以我们有很多社团 比如说像戏剧社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有蛮多 类似像说音乐创作型的 音乐表演类的 那我们也会尽量让他们去 社区的一些 比如说观光工厂 然后还有民宿 拿去做一些参访 我们有时候也会请家长来班上 给我们做一个经验的分享 因为我们很希望说 孩子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他的亮点 他所提出的演化论 证明生物会因为 环境生活习惯而演化 我们把学生的社团 开在第八节课 那终点位都由学校来致议 那我们开了一些的创意课程 艺文美感课程 还有电脑软体运用课程 那供学生来学习 那我想这个是在学术倾向之外 我们让孩子能够有更多的时间 来参与这样的社团 社团活动可以激发孩子的创意 而探索活动则是让孩子 提早接触各行各业的面貌 这是波西米亚风格 然后用了很多种不同的编法 编制而成的 因为学校有这个活动 有记忆学成这个活动 因为我本身有兴趣 所以我就来参加记忆学成这个课程 也让我学到了很多 就是编法的技巧 因为从不会到会 当学起来也蛮有成就感的 事情和导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 让学生多了解 因为其实你不了解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做误判 那其实就我们国中部份 其实我们的任务 其实就是让学生多试探 多了解相关的 像机制教育也好 公共教育也好 其实公共教育 我们也都 普通教育我们也是有介绍 就是让学生多延 多认识 我们先会先跟宁俊的 那个高章子武专协 先合作先调查 开设那个的 的学生的职群的意愿 那另外我们对学生 跟对家长 我们会做先办那个说明会 有热的话不比较好 透过多元化的接触和学习 也让艺然和慈然 在美术创作情绪之外 各自找到了自己最爱的志向 就因为有参加技艺学程 然后就看着那些 就是做起来是 自己比较有兴趣的 然后就想说 以后就去读那一课 就美容课 你以前都知道 自己喜欢做餐饮的吗 不知道 就是参加技艺班 然后有做到 然后就想说还不错 国中的那个生涯跟技 其实都是在试探 其实不是说 一定是让他去工作 其实就是让他 对这个行业 对这个科系 对这个职系 多一点了解这样 这是我们办这个 生涯的教育的 其实发展一个 重要的一个目的 跟着阶段性 实行辅导规划 孩子一步一步 目所试探 而学习展现的经验成果 消除了家长的忧虑 也感动了家长 我觉得很开心耶 我不知道我小朋友 这么棒耶 他会做这么多东西耶 因为在家里 我就学习不到的耶 其实在教学生涯 这几年当中 很多孩子 他对记忆方面 是很有兴趣的 可是最大的主力 往往是来自于 家长的认同 所以他们会在里面 拔河 会拔得非常的辛苦 那我觉得 我觉得依然是很幸福的 他现在有只要知道 自己的 可能的走向是什么 然后学校这方面 有给某些的协助 让他去探索 然后把妈妈也很支持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个幸福的孩子 除了多元的试探活动 在世信辅导推动上 宜兰县政府教育处 也有全面性的规划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及早地去掌握到 整个未来升学的 这样一个进入的相关资讯 所以我们在两年前 就建置了一个国中毕业生 多元资讯的一个 进入资讯网 那我们把宜兰县的 高中高职 五专所有的群科 他们的社科目标 课程结构 师资设备 未来的发展 以及包括说 他的证照取得 跟未来的 在下一个阶段 大学的一个升学的进入 以及杰出校友的表现 都建立了非常完整的网站 那我们的国中的学生 甚至国小的学生 以及家长 随时都可以从这个网站里头 去得到相关的资讯 我们也在两年前 把教育部很辛苦发展的 这一本学生生涯探索的这本手册 把它电子化了 我们不只电子化它 我们也把 跟在学校里面 校务系统里面 学生的相关成绩表现 服务表现等等的 这整个资讯系统 做了一个完整的整合 所以国中生 他在后面在选择的时候 在评估自己的相关的 性向学业成绩的时候 他不需要再花心思了 因为他只要输入他个人账号 就可以得到完整的 甚至在选填志愿的时候 都可以给他最好的一个帮助 而为了让学生 获得更完整的协助 教育处也着手计划 未来将让老师们 亲自体验技职教育 因为我们发现 国中的导师 他都是那种高中体系上来的 所以他对词科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发现这样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想法 我们这样五月份要推动的是 让国二 以先以国二导师为主 我们推动国二导师到职科去体验 让老师亲身去体验一下 职科的内容课程是什么 这样子 那希望能够加深老师在 对职科的认识 然后进而协助他的学生 像我自己就是宜兰的小孩 那我觉得 我对很多的职业走向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甚至将来升学的科系 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 老师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都让孩子知道 目前的就业市场 或目前的高中职的走向 学校不仅是提供教育 学习的环境 更重要的是 如何协助孩子们 找到合适的学习发展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在学校参加了 一些课程跟社团 因为参加了这些课程 然后让我有更多机会 可以去做选择 然后可以找到未来的方向 我很感谢爸爸妈妈 就很尊重我的学期兴趣 然后不会逼我去念舞 不喜欢的科目 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对她是另一个层面的启发 提升她的判别能力 性向能力 就业能力 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很开心 给孩子学习自主权 尊重孩子的学习意愿 让每个孩子在学习历程中 都能够找到未来的成就 未来可能对成功这两个字 要重新去定义 它是让孩子能够自我突破 而不是只考一百分 那失败不是说 挤不进前几年 而是真的能够发挥她的潜力 找到她的亮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